我之前要說改憲朱立倫和陳腸文還他公道 因為這個陳腸文說要政黨輪替大聯盟 然後朱立倫拋這個再也組成執政大聯盟 所以強哥就說現在做迫切就是下架民進黨 希望能夠有第三方人士透過來推動 那金普聰金小刀說呢 全代會已經正式提名了侯友宜 這個時候還喊煥侯正當性非常差 立委參選人們召集 這是人之常情 艱困選舉有這樣的心情我能了解 但舒适選區還有這種我不能接受 羅志強提出政黨輪替大聯盟 是助他人滅自己威風長他人之氣 那執政大聯盟是不斷把柯文哲抬高 這個邏輯上來說是徹底的錯誤 那包括媒體人黃偉翰也在講 他說你想執政大聯盟 你現在有什麼理由可以提出來 由老三支持老二 哪有老二自動放棄 把現在這個資源還有力量通通奉送給老三這種道理 那麼另外是國民黨立委鄭立文 他說現在問題已經不是國民黨團不團結 而是如果到了九月 柯文哲還是在野第一名的話 國民黨你有沒有要當副的心理準備 他提到了在野整合很難了三大難題 第一個整合失敗了就保送賴清德當選總統 第二整合成功執政之後 每天吵每天鬥 第三民進黨選輸了 但執政聯盟默契不夠 還是會受制於民進黨 所以他說在野整合應該要把彼此的理念講清楚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的情勢 現在我們在Live的過程中 幾乎是這種開戰的情勢 基本上因為金老師他早上在直播的時候 他直接點名嘛 而且他每一個人點名 他說這個你提這個政黨倫理大聯盟是罪人 你在舒子圈等於是全面開戰 可是我必須要釐清幾個意見 第一個郭董事長是不是國內 是不是國民黨內的黨內很重要的資產 當然是啊 那柯文哲是不是我們從頭到尾要拉攏的勢力 是啊 因為政黨輪替有六成嘛 那請問國民黨自己能不能贏回政權嘛 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嘛 今天不是人家提政黨輪替大聯盟 提在野大聯盟 提這個整個非率大聯盟的問題 真的是誰能贏嘛 這才是民眾關心的 這才是能贏支持者 為什麼現在最關心的重點嘛 所以在這個基調裡面啊 我們要來分析這一次金老師講的話 我先講 我先quote一下金老師說話 他說民調一定要拉到 可以整合的時候才不會被嫌棄 這是什麼意思 他沒有駁斥要在野大聯盟 他是說我的民調現在要往上拉 所以我有一個小地方 跟波基哥的看法 稍微有點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認為整合跟拉民調要同時進行 因為當然我可以說我拉到民調 我拉到第二或拉到老大的時候 我再來整合嘛 可是基本上拉到九月十月 時間是非常壓縮的 而且說真的 到時候大家要整合 例如說郭台銘董事長 或柯文哲事長 大家各有意見要怎麼整合 所以說真的 這個整合的意見 不是現在才出來 朱立倫提出非率大聯盟 我剛才去爬了一下 他什麼時候就提了 他一月十三號就提了 今年的一月十三號 那時候侯友宜的市長的民調是幾% 42% 40幾% 所以基本上那時候大家就遇見了一個 如果現在政黨輪替是要完全沒有風險下架民進黨的話 那在野再怎麼樣都要整合力量都不能分散嘛 所以我說今天不是說我們今天變成老三 我們才提出說我們 喔不行 我們一定要趕快整合才能贏 這一句話其實在一月十三號就要提出來了 我們要非率大聯盟 可是過程中 這個台灣民眾他講說 我要在野大聯盟 我你非率的光譜太低了嘛 太狹隘了嘛 我要整個在野嘛 你不要只限說綠不綠的問題嘛 好嘛 所以朱立倫有沒有聽到這樣的聲音 有 所以他從了非率大聯盟 整合了這個台灣民眾黨的在野大聯盟 進一步的在全代會提出了執政大聯盟 這執政大聯盟的意思 我認為是更貼近政黨輪替的意思 怎麼說 今天金老師在直播也講得很清楚 他說柯文哲 你的大聯合政府是有可能跟綠合的 叫做綠白合是有可能的 可是朱立倫他的執政大聯盟講得很清楚 是在野的執政大聯盟 在這樣子的一個論調底下 是比較符合政黨輪替的 因為政黨輪替裡面就是在野嘛 中間沒有爆發率嘛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他從1月13號 到現在的論述是非常穩健的 而且為什麼他要在全代會題 小基很焦慮 藍營的支持者很焦慮嘛 你自己站在這個所有的 這次立法委員要選選舉的立場 剛才我看到好幾位選舉的人 也坐在這邊說真的只要藍白合 或是不要講藍白合 在野的大聯盟只要一合 說真的我們這些五五波的選舉 或是所有的立法委員 都過關了啦 都過關了 因為基本上白銀的票他不會去賭爛 或是說不出來投票 他只要去投出5到10個百分之 他就合了嘛 可是今天換句話說 如果今天是個撒卡都 柯文哲不管他是自己參選 還是跟郭台銘做結合參選 你只要在整個選舉裡面 掉10到15個百分點 再見 你不用選了 你再見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小基 是非常焦慮的 所以我覺得說小基提出說 你擋計規定清楚嘛 你規定嚴格 可是再怎麼嚴格的擋計 你都沒辦法去限說 這些小基想要獲勝的能量 所以你擋計規定A 他有可能又找出B跟C 其實剛才我才遇到 這個我就說他有可能 很多idea又會出來嘛 所以今天不是討論 要怎麼限縮黨紀 限縮大家跟在野所有 跟郭跟柯的站台也好 今天重點是 我們要怎麼把自己 趕快拉上來 這就我要提出一個解方 我認為剛才提到 郭董事長在週末要去美國 侯市長他要去日本 要去美國 這絕對是一個最好的利益 我怎麼說 因為我們剛才提到 台灣民意基金會裡面 賴清德最弱的項目 我不要講絕對筆子 我談排序 他最弱項目就是兩岸關係嘛 超級弱的兩岸關係嘛 而且我必須要拿幾個資訊 歷史的事實喔 當時候美國在選前 透過金融時報的放話 基本上通常都可以影響選局 大家還記得在2011年的時候 同樣的一個記者習桂林 他就曾經貶過蔡英文喔 他曾經寫過什麼報導 他文章的第一句話 披頭說 歐巴馬政府警告台灣反對黨的領袖 蔡英文 你的當選可能提升美中的緊張關係 而且他第一句話就是說 蔡英文沒人讓華府相信 他能繼續改善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這基本上已經定調了華府的政策 而且在選舉的前一週 他又請這個當時候的AIT 台灣處長報道格出來講說 他不相 他認為馬英九的當選 能夠最符合北京跟華盛頓的利益 所以這已經是美國透過金融時報的表示了 現在他再一次的透過金融時報 點了賴清德 所以你覺得這是好有益的機會 對他認為其實賴清德走入白宮的說法是高度的疑慮 他對於這一項選舉高度的疑慮 而且他對於柯文哲 對過去因為還不是這個總統候選人的論述 也覺得模模糊糊 這就是國民黨的機會 這就是侯友宜的機會 所以我認為整合要同步進行 而且侯友宜在這一次的訪美 要把自己的民調在這一個半月裡面 具體的拉升 這就是最好的機會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平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道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Boot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